郑义军 这个钢板是少年寺练铁头工的那种钢板 按照现在气功表演的那种标准 像这种武力的钢板从头部把它打断 那这个算是比较上层的那个功力 只见郑义军一运气 用两根手指瞬间就把那块钢板打成极端 郑义军说这个贺麦技法不仅重视内外功力的训练 而且更讲究技机技巧和临敌要法 我们永生百二前的结脉 它所练习的手指的力量 不是说你一直去插那个纱 插得整根手那个很粗啊 你看我的手指这么细 它就要用的是内劲 用内劲把它两个手指头就把它削断 要练成这种功功以后 那才能够结脉 也就是对方全打过来的时候 我们出两指把它打 打到这个叫结脉 郑义军今年四十多岁 十五岁开始接触永春百合拳 1993年他拜永春百合拳派代表 郑文存老先生为师 2003年他在郑文存的推荐下 又深受永春县原武协主席 大于武术馆原顾问汤亚明老师的启发 当时他已经欧病在床了 并非是说是将我武功 他当时给我很多的启发 永春有很多的白鹤拳的使记 哪个地方有什么潜谱 都是在他的指导下慢慢的收集 慢慢的整理出来了 此后永春白鹤拳有什么招式 有什么精神该如何传播 是郑义军天天要考虑的事情 十多年来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留下了他寻找白鹤拳名师的足迹 这几年来 他又是全国各地都跑 只为宣传白鹤拳 郑义军说 每次站在纵横交错的传承表前 总感到自己有责任 将永春白鹤拳的文化传播开来 以上 有什么敬任 有什么敬任 对 去 来